母爱真伟大 新北市淡水有一名妇人 她早上骑车载着大班的女儿 看完病要回家 在骑下地下室停车场的时候 机车突然一下失控暴冲 妇人护女心切 她迅速把女儿先推下车 但是自己是连人带车冲进了电梯井 还好这电梯井并不深 只有150公分左右 母女都受轻伤 没有大碍 张小姐的脚撞到淤屑 不过已经是不信中的大幸 因为在早上她的骑车暴冲 连人带车冲进了电梯井里 如果运气不好 后果不堪设想 我已经手已经放开了 还是继续吹 可是她那个摩托车还是在那边 哼哼哼 我就觉得怪怪 我就把我女儿就丢出去 因为我女儿是在我前面 真的吓到 意外发生在早上11点 张小姐骑车在女儿看完病回家 在下地下车道斜坡的时候 机车疑似油门卡死突然暴冲 张小姐本能似的把7岁的女儿推下车 自己却撞进电梯井里 还好她和女儿都只有受到轻张 一米五一米六左右的深度 她去的时候就是民众进出过 然后她表示没有答案 张小姐回想意外发生当时 还是余悸犹存 不过还好她护女心切 小孩才能平安无恙 这暴冲惊魂 总算有惊无险的结束